今天高雄有37個本土個案 應該是在昨天的凌晨發現一個 沙克斯風的演奏者 催奏者 所以衍生在會館內部的群聚感染 總共有22個感染 隔離中陰轉陽的個案有6個 並沒有社區傳播的風險 25005它是一個台中的個案 有4個高雄市的市民去台中 與25005接觸 所以在昨天採檢有4個陽性 22153的感染總共有5例 這個是在高雄市的小港區 指標個案是一位境外移入確診的個案 因為境外移入確診 所以就收治在醫療院所 10天兩次的採檢CT值大於30 所以回到家中 傳染給家中5個接觸者 所以總共有5例 特定的娛樂場所 即日期擴大採檢 3天 4月6號到8號 包括歌廳、舞廳、夜總會、俱樂部 有家、酒吧、酒店、理容院 以及類似的其他的咖啡事業店 特定場所的群聚的風險 能夠把它降到最低 所以我們希望所有的工作人員 從業人員 和流動工作人士 全體的這些人員 都應該要最近的3天 來接受擴大採檢 那3天內的PCR陰性證明之後 才可以繼續提供服務 接受兩劑的這個疫苗 滿14天 如兩劑未滿3個月 已經滿3個月要接送第三劑 否則不得提供服務 所有的人員持續到4月30號 你必須每週進行一次快摘 那陰性才能夠提供服務 所有進入場所的顧客 應提供接種3劑疫苗的證明 所有的顧客 都必須接種3劑的疫苗 那這個部分 我們在4月8號之後 我們會開始來做機場